男嘉宾 你家里干净不 家里还可以吧 每天我4点45就起床了 这个失业限制 怎么讲 我还养一些记忆 要去喂 喂啊还要去改市场 去当推销员 所以来讲 完了就市场赶不上了 当推销员是卖自己的 卖自己的菜 生产下的菜 但是你是属于补贴自己的家用是吧 并不是以此为生吧 我是老年了 早点这个生活的乐视 你去叫什么菜呀 没害 都是绿色食品 黄瓜 茄子 辣椒 蜂蜜 花生 豆角 还有地瓜 大虫 枝瓜 各个样都有 来问你一个 你有算宝吗 有 老八斤两千 医保那个我没有办理 那你退休吧 怎么还那个没医保啊 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情况 你会抽烟吗 抽烟吗 抽烟喝酒 但是都不多 一个人寂寞的就抽一点烟 喝一点酒 一天能抽多少烟呢 两千一包烟吧 一顿喝一两酒吧 喝酒呢 一两酒啊 一喝一两吧 哪天都喝呀 有的时候喝 有时候不喝 有时候几点不喝 可是没有什么的 这个习惯 大家挺精致沙爽的 完了也有一种军人的那种气质 嗯 你现在站那姿势吧 就叫爆树似的 可直立了 也挺阳光 感谢你的夸奖 挺好 感谢我们四位女嘉宾啊 逐一对你进行了点评 但是说到我真的 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 人家真的是关心你了 才能把这些问题挖得这么细啊 你说没有一包七个多 两万一 没老宝吃饭吃不多少 你没有疑惑 躺着一样就几万块钱 是 就几万块钱少了 一定是吧 一定老老师请媳妇的 行啊 我想问问咱们男嘉宾 您种那个菜是自己有大棚吗 有棚在春季 一样苗 我是就普遍了 有毛羊还有胖 咱那年龄呢 就是搞一点原田生活 有点乐趣 但是没有意义 明白啊 对 好 宋弟弟 他不是埋子 他现在就是化毒 化毒 首先咱们男嘉宾一上流 就特别打人 因为咱们立立正正的 站得像一颗松一样 我觉得这种挺拔的镜头 特别招人喜欢 另外咱们男嘉宾的 当兵的经历 对于兵哥哥来讲 人们都有一种 崇拜的一种心理 所以我觉得 咱们刚才二号姐姐 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军人 那这种小崇拜 我想在她的心里面 一定是有特别渴望 和你交流的愿望 另外一个 刚才咱们大哥也说了 什么芹菜 萝卜 大葱 什么 所有这一切是怎么 能够表达出来 是咱们三号姐姐 和你交流的时候 所以一茬又一茬 一茬又一茬 不是只能吃一剂 能吃好多剂 所以我觉得 你们在田园生活方面 一定有很多共同点 这样的三号和二号姐姐 可能是对咱们男嘉宾 更感兴趣一些 我补充两点 第一个 二号阿姨同样在农村 她虽然是城里人 但是人家在农村搞过产业 也有田园生活的经历 然后刚才叔叔都已经说了 跟三号是因为有共同兴趣爱好 所以二号这块跟你也不会少的 所以二号三号 从生活习惯 还有兴趣爱好这块 我觉得跟你是比较谈得来 也比较合得来 另外叔叔你知道吗 你就一劳本实地 给那块干活 平时寂寞的时候 叼个小鸭 喝个小酒 我跟你讲 这两位阿姨 如果你牵手某一位阿姨 她一定会把你烟啊酒啊 变成歌啊舞啊 因为她俩都多才多艺 咱男嘉宾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一朝从军 一辈子都用军人的要求 来要求自己 用军人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的生活和一举一动 以后啊 娶了媳妇之后 会不会也完全听媳妇话 完全可以 请你放心 我们男嘉宾会选择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呢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